欢迎收看校园新闻 我是主播赖亚轩 一年一度的文艺记在全校同学参与下热烈展开 此次主题为文学拼图 借由同学自创性活动以及各种不同表演方式组合而成 让同学享受到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艺术 由张宝龙校长主持开幕式 为文艺记的活动揭开序幕 而今年文艺记的主题是文学拼图 以电影、音乐会、讲座等方式呈现 为今年的文艺记增添多样化 今年我们是用拼图的方式来呈现有关文学各种表达的方式 包括戏剧、包括阅读、包括电影、包括一些其他的创作的方式 著名的现代诗人郑酬宇教授也到本校参与文艺记开幕了盛宴 文学的欣赏是凌驾在所有的专科以上 你们不妨把你们的精力用在你们的专科上 但是文学呢 不会妨害你们的专业 只有帮助你们 给你们更多的灵思 这次特别请来 世界级音乐大师马修连恩 为现场同学带来一首一首精彩的乐曲 许峰结合了自然与中国传统乐器 让现场的听众听得如痴如醉 音乐大师马修连恩 在音乐会后 现场还可以购置CD及获得亲笔签名 吸引众多粉丝争相抢购 马修连恩表示 会运用音乐结合自然与文化 是希望人们不要遗忘大自然环境 要去好好珍惜现有的资源 每个小的东西 每个小的包裹 每个小的包裹 每个话题 都可以有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 而且我們有能力 在世界上改變 讓校園充滿了人文氣息與藝術的氛圍 鳳甲新聞 楊正傑 鄭宇傑 採訪寶島 本校新聘請孟智雲老師 擔任國貌系商用英語繪畫教師 而孟老師的上課方式 不僅限於老師在台上授課 而是鼓勵學生使用英文 並且結合國貌系所學 成功做到國際行銷 由孟智雲老師帶領的商用英語繪畫國貌班 特別以飲食男女行銷社為發表主題 修課同學從構思、製作料理到發表 都是另一項全新學習 其中同學的創意不僅僅是在料理上發揮 更有同學將以雞蛋做成的料理 取名為Excellent 創意及噱頭味十足 並且結合國貌系所學 以國際化方式行銷 就是覺得這個課程很活潑 然後就是老師跟同學 在這個活動就是可以互動 先採訪報導 學校開放空間給吸菸者 同時考慮到未吸菸者的感受 因此特地在校園規劃出戶外吸菸區 希望藉由這樣的規劃 讓全校師生共同配合 達到無菸害校園 小溪口菸生活多新鮮 打著這樣的口號 本校自94年起便開始實施 無菸害校園的宣導 而為了能成功地落實 整整優質的校園文化 學校也特地設置了戶外吸菸區 讓尹君子能夠在不妨礙 苍然的情況下解解菸癮 我覺得這樣已經很夠了 再多下去的話就 就沒有什麼分別 就到處都是吸菸區了 因為現在學校不很吵 學校還讓我們有吸菸區 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就不會還要走出去學校 很麻煩 本校共有14個戶外吸菸區 其中則有4個位於中科校區 而除了戶外吸菸區外 校園裡各式內外空間 則全面禁菸 除此之外 學校也實施無菸害校園三不運動 不在建築物內吸菸 不邊走路邊吸菸 以及不亂丟菸頭 希望透過全校師生的徹底落實 能真正提倡無菸害校園 如果就是沒有吸菸區的話 就可能大家看到 只要是戶外其實就到處會抽 而且都會亂丟菸蒂什麼的 其實所以設置吸菸區 還是有它的好處 如果有一個吸菸區的話 他們一方面的菸蒂不會亂丟 對啊 就是也不會造成說 學校太難看 就是有一些地方 還是會有人偷抽菸 有吸菸區的話 就是比較好這樣子 然而即使學校已經設置了 如此完善的吸菸區 也貼心地在吸菸區設置座椅 煙灰缸以及垃圾桶 卻還是有不少同學 將抽完的菸蒂丟得滿地都是 這讓辛苦維持環境的大家 以及掃地阿姨很頭痛 因為學校之所以設置吸菸區 就是希望讓有吸菸的同學 能夠有個空間可以紓壓 因此既然設置了吸菸區 就希望有煙影的師生們 能夠全面配合 煙地其實地上滿地就不好看阿 當然是要為學校多著想阿 自己的學校當然要維持一點形象 所以如果有可以丟煙地的地方 就盡量就是往那邊丟 就好不要亂丟 那就配合學校一點阿 就丟到那個 就既然有設煙灰缸 那就丟煙灰缸就好啦 而吸菸區最重要的 就是設置地點的適當餘幅 雖然目前所設置的地點 是經過學屋處及總屋處 多次會議所決定的 卻還是有引起爭議的地方 像是資電館一樓外的吸菸區 就因為設置地點 位於下課人潮尖峰的地方 因此造成許多沒吸菸的同學 換教室時的困擾 像是一般行人必須經過的地方 像出入口那些的 還有腳踏車停車場那些地方 就必須經過的就不太適合設置阿 可是我覺得吸菸區的話 就不要設在這種太開放的地方 應該比如像科行館樓上 我其實沒記錯 好像科行館樓上有 對那種地方就是有隔開的 必須做一個區隔 不然這樣其實大家進出 不喜歡煙味的人 如果聞到會覺得很不好 另外像是商學院後吸側 接近科行的吸菸區 則因為設置地點位於自行車停放處 讓騎乘自行車的同學 在停放車輛時不斷吸到二手煙 也對他們造成不便 看來設置吸菸區是一門相當大的學問 我覺得吸菸區應該要再改善 因為像這個地方就是很多學生 會騎腳踏車放在這邊 然後我個人就是不喜歡煙味 還有像資電那邊也是很多人進出 所以我覺得不適當 既然學校已經規劃了多處吸菸區 更設置垃圾桶及煙灰缸 就希望全校有吸菸的師生們 能夠全面配合 隨手將煙蒂丟進煙灰缸裡 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減少環境污染 更可以徹底落實無鹽害校園 房獎新聞 劉俊銘李華仙採訪報導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賴雅萱 我們下週再會 我們下週再次見 我們下週再次見 我們下週再ime 我們下週再次見 很 pled後 提到 見面 明天 在алист級罷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